你在一片湖海里诞生 在景陶骇浪中截然前行 你从一叶小舟起航 如今已经如飞沙月水波澜洞机 时过尽染着仙辈碧穴的浅湾 你已经列阵在大洋深蓝 护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土 你必将建功在碧海蓝天 祝贺你生日 神州挂马旗 纪念人民海军成立七十周年 系列节目《向海图墙》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第三集 《向海图墙》 自2010年人民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启航 带着传扬和平 传播友谊 传递爱心的初衷 赴国外巡诊及医疗服务任务 至今已经十个年头 航迹遍及43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航程24万余海里 服务民众23万余人次 将中国人民的爱 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是蛮激动的 因为确实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我觉得也是我人生的一件 值得回忆 值得去做的事情 从军二十年来 随着人民海军远洋航迹的不断拓折 作为军医的胜瑞方 也跟随着舰艇 执行过亚宁湾护航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医疗旧服 忠败连言等多次重大任务 那么这件令他记忆 如此深刻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军医圣瑞方 跟随长春舰 执行远航任务的第三十天 他们刚刚抵达孟加拉骑大港 看到了那边有红旗 这个漂亮的孟加拉小姑娘 名字叫Chin 每当有中国军舰 靠拨孟加拉吉大桶的时候 他都会拿着中国国旗 等在这里 等待他的中国妈妈 2010年 就在Chin要降生的时候 他的妈妈吉纳特 因为先天性心脏病 出现了病危的情况 但是当地却没有这方面的手术经验 危难之际 刚刚抵达孟加拉吉大港的人民海军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接收了这位高危产妇 我们专家准备了相应的器械 还有一些急救的这种药品 对他进行的豪富产 在手术过程中 这个心理市场要处理不得到 那肯定命都没了 人民海军医疗团队冒着巨大的风险 成功救助了这位高危产妇 他吉纳特和他丈夫 为了表达这个 对中国居民的这种感谢 由孟加拉宇 给小孩取名叫庆宇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的 小鸟 我们也父子现在再回 我们来上节目了 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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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云终于见到了 他的中国妈妈 虽然预言不通 但是当圣锐方抱起这个 当年他们从死神手里 救回来的小姑娘的时候 他们四母相对 眼神里流露出来的 都是爱 正是因为有爱 Ching才能平安地降生到这个世界 正是因为有爱 盛锐方才能成为 Ching在远方的中国妈妈 很喜欢中国的妈妈 这是鱼 哦 谢谢 我爱你 也爱你 你 像你的中国妈妈 我做了给你 为了给中国妈妈说一句谢谢 Chin等了七年 而像Chin一样 想对跟随和平方舟号医院传的 执行医疗救助任务的军医 说声谢谢的人们 还有很多很多 非洲大陆 白内障是致盲率很高的一种疾病 因为这里经济相对落后 医疗条件有限 很多人因为白内障失去光明 而和平方舟的到来 是这里的白内障病人摆脱病魔的困扰 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被台风海燕重创后的菲律宾 已经满目创伏 因为寿命的和平方舟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接诊生命员22008人 实施手术44例 用有意的双手托起了生命的重点 在危难中最需要帮助的地方 总是会有和平方舟的身影 提供医疗服务 诊治各类病症 在大洋洲和中南北洲 和平方舟留下了一串串温暖的感动记忆 我们和平方舟使命的话 暂时是为海上伤病员医疗救护以后送 平时的话为岛江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和国际人道主义服务 重大的灾难救援和军事意识交流 国土有界大爱武将 伴随着人民海军的航迹 乃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感谢 也温暖着每一名海军官兵的心 祝国阿兴 感谢祝国阿兴 感谢 这是2018年年末 在各大门户网站竞相转发的头条新闻 画面记录的是人民海军第25批护航编队 在亚宁湾某海域 武力营救被海盗劫持外籍商船 第一次抓捕三名海盗的场面 作为当时参与这次行动的 现地指挥员之一的龚凯峰 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 武力营救在亚宁湾护航的过程中 是海军官兵随时都要面对的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 此次被海盗劫持的 图瓦炉机OS35商船 营救难度较以往相比 情况更加复杂 看到了上面有五六个人左右 吃热枪然后在放火 然后里面那个火势 已经慢慢地已经烧完了 已经在冒浓烟了 从拍下海盗纵火的画面看 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就是后驾班被这个海盗用火烧过 以及这个驾驶室被海盗用这个AK47打过 把玻璃什么都打碎了 他们在安全舱里面 就听到那个海盗拿着枪 在那个各个地方这个搜索 并且一旦遇上开不了的门 他们就开枪 安全舱是亚宁湾来往商船 在遇到海盗时 船员们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般处于商船最隐蔽部位 船员们会在海盗登船劫持的时候 躲进去 给前往营救的军舰争取时间 然而此刻海盗们的耐心 却已经被全部耗尽了 他们开始放火了 被海盗截持 是亚宁湾上来往船制的噩梦 早在2009年之前 亚宁湾就因海盗极其猖獗 又被称之为海盗巷 这片各国商船快捷来往地中海 和印度洋的黄金水道 变得不再宁静 从2008年3月到12月的10个月里 索马里海盗揭持了 装载33辆主战坦克的 乌克兰军火船 揭持了长330米的 沙特阿拉伯巨型游轮 天狼星号 中国货轮震华4号运输船 在索马里沿海亚丁湾水域 也遭到海盗袭击 因为2008年 一年底都发生了120起海盗袭击 伤船的事件 有50多艘伤船的被劫持 还要要很高的输金 在这情况下 实际上对这条国际重要的航道 它的航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履行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责任 2008年12月26日 人民海军首批护航编队 从三亚起航 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 为往来船只提供护航膨胀 护航临时务的良好口碑 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 主动寻求人民海军的庇护 被海盗劫持的图瓦卢级OS-35商船 面临严峻的形势 人民海军决定 由随舰特战队员 以及直升机组配合登船 对被困船员进行武力营救 直升机前出 狙击手就位 冲锋车载着 鹤枪实弹的特战队员 向图瓦卢级OS-35商船 急速逝去 中两中两报告 要指示情况 这是人民海军 参与护航九年来 首次与海盗面对面的教育 我们当时就两个组 一组主要是负责突击 和保护船员 一组是负责登船 现在开始整个船上的搜索 和清江 已经瞒不然起 然后我们等到了驾驶室 驾驶室就更软 驾驶室它已经有这个枪击的痕迹 包括那个窗户 整个驾驶室也被砸了 包括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 那也是一样 里面全是那种被烧的 烧毁的地方 还有倒汽油的地方 据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统计 2008年以来 索马里附近海域 已经发生120多起海上抢劫行为 超过30艘船只遭劫 600多名船员遭绑架 通过武力营救 解救被劫伤船的案例 仅有几例 那么对于人民海军而言 此次武力营救行动的胜算 又有多少呢 因为你之前这个论误过程当中 你的计划方案或者协同不利 人质反被杀害 可能你自己的队员 也要受到面临牺牲的危险 也不清楚海盗在哪儿 但是我们看不到仓面上 有海盗活动 那也就是说 海盗可能躲在这个船上 任何一个角落 而且肯定不可能是在那个 很狭小的那个环境里 进行作战也好 肯定要把它们 放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 或者说人质和海盗分开的时候 那今天开始整个船上的搜索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舱内排查搜索 特战队员们很快找到了 被困安全舱内的船员们 在舰载机空中兵力和舰艇的支援下 迅速将19名船员解救出安全舱 但是此时 商船上的海盗还没有找到 海盗没有抓获 船员们的危险依旧没有紧除 因为这些海盗 雅丁湾的海盗的特点 它就是 它躲在那里 躲在那里以后 等我们整个行动搜索完以后 没有发现它们 我们军方不就撤离了吗 撤离了以后 他们也等着这些船员 从安全舱里面出来以后 进行二次劫持 从这个武力营救行动来讲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要把商船的整个舱子 就要搜索完整 彻底确保 要把这个海盗的威胁要消除掉 上午十点 在特战队员的细致排查下 终于搜索到来 藏匿在商船救生舱内的 三名鹤枪实弹的海盗 并对其实时抓捕 缴获了三把 已经上膛的AK-47枪支 在与海盗新一轮的交方中 人民海军再一次捍卫了 亚丁湾上的河匹 如今的人民海军经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壮大 无论是海上维权 远洋护航 多国连野 还是营外出访 人道主义救援党 人民海军 始终把大国责任 扛在肩上 在世界舞台 展示中国军人的 弃破担当 没有这一次 你们成功的执行人物 就没有现在 我们站在这里 谢谢 这是2015年 夜门爆发战乱时 人民海军护航编队 从战火纷飞中 救出的一位中国兵民 当他安全回到祖国后 专程来到当时救他的 海军官兵们中间 再次表达感谢的画面 在那场局势瞩目的 夜门撤桥任务中 人民海军 仅用十天时间 三艘舰艇 辗转三国 四港 一岛 成功将621名中国同胞 和15个国家的 276名外国公民 安全撤离 成功完成撤桥的任务 如果说以前 爱国对我们而言 爱我们的军人对我们而言 是一句口号的话 那现在 爱国对我而言 是真的呢 是从我内心出发 然后应在我的脑海中的 这样一种想法 一声谢谢 一个鞠躬 让拥有共同回忆的官兵们 眼眶不禁湿润 当年 貌似挺进亚丁港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 一句简单的谢谢 包含了如此深沉的感情 解救商船 野门撤桥 马航搜救 护航世界粮食计划署 为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 提供海上护航 环球访问 无论任务怎样改变 但人民海军的责任和担当 从未改变 人民海军 累计派出32批护航编队 103艘次舰艇 2.7万余名官兵 执行护航任务 共为66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 人民海军护航编队 先后103次 出访94个国家 138个港口 所到之处 无不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路拨洒有益的种子 把和平的形象 传递给沿途的国家和人民 一个个数据中 承载着人民海军 承担国际责任的努力和诚意 也寄托着中国军队 对维护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的 美好祈愿 环顾浩瀚大洋 人民海军的一举一动 从未像今天这样引人触目 放眼万里海江 人民海军的阵容 从未像现在这样威武雄壮 他们是防化女兵 与独共舞 女兵们的训练生活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险 火热军营 炫烂青春 文艺兵出身的女兵排长 又是怎样成长为 令人打盘的降魔神兵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防化女兵成长记